大家好,我是老博士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2021年8月22号晚上的10点43分 那么今天给大家录一段视频讲一讲 这个HIDOLAR、HIDB它的项目方的技术团队是从哪里来的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做个免责声明 本人在YouTube社区发表的所有的资料言论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构成任何投资或者法律建议 投资有风险,路市需谨慎 金融投资技巧是综合素质的体现 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不要相信也报复 好,现在我们开始 那很多网友他想知道这个HIDOLAR、HIDB的技术团队是来自哪里 是不是一个国内的盘子 很多人有这种担心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方面去了解他 就是看他的官方网站 那么你如果上他的官方网站 他有一个就是career,就是职业规划 那么他就会把他这个项目的一些空缺的职位 把它post到他的官方网站上 那么我把它翻译成中文 大家可以看清楚 他这个官方网站上写着 我们目前正在招聘以下职位 我们欢迎远程应用程序 招聘人员 另外还有在马来西亚那个宾城的乔治市 找一个量化的开发人员 另外还有在英国的伦敦也是技术招聘 所以你看他是很国际化的 也还有招聘产品经理 还有在IT安全工程师 结算助理 还有初级金盟分析师 还有初级KYC实名认证 AML反洗钱 你看他都是合规 但是你看他各个行业的就是这个 人才都有 所以你看他是一个 而且都是个全职的职位 看到了吧 所以他是个非常正规的公司和企业 甚至还有在加拿大 安大略省沃泰华 质量保证工程师 看到了吧 还有在东欧 在欧洲也有 在爱沙尼亚 哈九县塔林 招聘一个金融科技运营助理 也是一个全职的职位 还有在保加利亚的索菲亚市 所以你看真的是 非常的全球化 他的职位 而且他不忘了是 还有暑假实习生 就叫我们叫Summer Intern 就是暑期去公司实习 非常的正规 还有客户关怀 做客服的 所以总的来讲 我做了个规 从他目前在网站上公布的职位来看 他的工作地点 有在新加坡 有在台湾的台北市 有马来西亚的槟城乔治市 英国的伦敦 加拿大的安大列省沃泰华市 还有东欧的爱沙尼亚的哈九县塔林 还有保加利亚的索菲亚市 等等 你看 非常的国际化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里好像没有中国和美国 原因我想大家也应该知道 因为有的事情不方便去在中国跟美国招生 招人 因为他有一些监管的一些需要 所以不太方便 所以他尽量在中国和美国以外的地方招人 或者就算是他在中国跟美国招人 他是暗地里招 所以你看这里列出来的地方 就是没有中国跟美国 而且不光是如此 如果你点开他每一个职位的介绍 他都是非常的详细的介绍 说明他这个Hydola 他招了他是一个非常正规的企业 而且是合法合规 他招了很多职位 都是反洗钱和实名认证的 很多的职位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的注重合法和合规的企业 值得我们信任 而且他所有的职位都是公开的把它挂在网上 那么任何人想去申请加入这个Hydola团队呢 都必须在网上递交他的简历 这是非常正规的企业 像这种世界500强的企业 都是这种方式来招聘人才 咱们的Hydola也是这种方式 大家想一想 你以前做过的所有的区块链项目 有哪个项目 他是在网上公布他的职位 而且让你去他的网站递交简历的 我想基本上没有 说明咱们的Hydola是非常正规的一个 区块链企业 你看如果你点开每一个职位 比如说高级会计师在新加坡 他都会有职位要求 比如说处理全套会计和月末结账 制作无差错的会计报表等等 需要有会计金融或者经济学 商业学的学士学位 或者更高级的职位 有全面周期的会计经验 有外部审计经验 有高级Excel和财务建模的经验 他都是非常详细的一个职位的描述 那么如果你觉得你符合条件 你就可以到他的网上递交 填入你的个人的一些信息 邮件电话和简历 然后再网上递交 所以他是非常正规的 那么同样在台湾 台北市也他也是一样的 他只是招技术人员 也是有职位的一些要求 要求本科学位或者同等经验 要一年的工作经验 等等等等 所以你看他都是非常正规的一个企业 对吧 那么台湾是如此 那么在马拉西亚呢 也同样是如此 有计算机的这个量化开发的 有计算机科学工程或数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 而且还要有三年以上的软件开发工作经验 加密金融行业优先 还有加瓦C++的开发经验 有MYSQL数据库的经验 有这个OMS连接模块的经验 而且还要英语流利 普通话粤语流利者优先 你看 所以他这个职位的要求还是非常的高的 他的职责呢 是为加密货币开发各种低延迟的交易系统 在算法设计和开发方面 以经验丰富的量化交易员和交易员密切合作 实时和持续的支持和监控交易系统 回溯测试引擎的开发 以确保稳健性 你看 那这个职位都是非常的清晰 所以你如果是个有心人呢 你看看他这个害多了 这个项目方招聘的人员的一些职位的要求 你就大概知道他这个项目方 他是想做什么事情 想往哪个方向发展 所以是非常的靠谱的 所以中而言之 这个害多了呢 是一个非常靠谱的项目 他的包括他的招聘的技术团队 都是公开透明的 在他的网站上都详细的描述了他的职位 所以大家可以值得信赖 他绝对不是一个国内的盘子 也不会说轻易跑 而且招这些人都是全职的员工 那么他要付给他们的薪水 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有几十个职位 当然还可能还有一些职位不方便贴 贴到网上的 他也有可能是在内部招聘 所以你看他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一个项目方 招这么多员工 他的工资啊 各方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开销 所以他绝对不是一个要跑路的资金盘 而且他也是一个零路的项目 你也不需要去投钱 如果项目方是为了捞钱的话 他为什么要做一个零路的项目呢 还要招这么多员工给他们付工资 对吧 还要招这么多技术员 所以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哈 所以这是一定是一个很靠谱的项目哈 大家可以这个放心大胆的参与哈 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个项目实现财富自由啊 大家一起努力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哈 谢谢大家 我是劳博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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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